却始终受制于人 朱元璋部队蹂躏三吾 比后来清兵下江南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鸿章以怀军平吾 首先就触动了吾人的敏感区域 怀军和东道主关系紧张 在京的吾身就不断地向朝廷提交不利于他的报告 李鸿章自以为有恩于吾人 觉得这些人恩将仇报不可理喻 他的恩德是从太平军手里夺回苏松 让流亡的士大夫得以还乡 大幅度削减赋税 解决了朱元璋以来的苏松重负问题 吾人这方面觉得 李鸿章的亲戚和部署张牙舞爪 缺乏士大夫应有的风范 杨崇一在这方面发挥了恶劣的作用 给李鸿章帮了不少道忙 遇使杨崇一跟李鸿章的长子李京方 是儿女庆家 李鸿章赞助过北京强学会 但强学会将他拒之门外 1895年11月 杨崇一弹劾强学会 导致其被查见 文庭市在甲午年弹劾过李鸿章 1896年2月17日 杨崇一参合文庭市 文庭市被这及格职 永不续用 1898年9月18日 杨崇一右上者请求慈禧训证 杨维仁名声不佳 1908年因争抢妓女 被弹劾落职 翁同和以帝师之尊 以士林领袖身份影响朝廷 从李鸿章的角度看 这种人不会做事 就会唱高调 他们的高调 在外交和洋务方面 发挥了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作用 翁同和主持户部以后 削减了北洋舰队的拨款 1890年 翁以海军规模 以据和国家度之 艰难为由 上奏请求暂停海军 向国外购买军火 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 就此停滞 与此同时 日本却增加了海军投资 北洋舰队失败后 李鸿章倒台 翁同和却没有承担责任 反而由于光绪亲政的缘故 影响力大为增加 他能克扣李鸿章 却抵制不了 慈禧建设颐和园的 拨款要求 依据儒家的财政理论 后者比前者更不可原谅 慈禧任用他 目标就是用宫廷的夹带中人 取代不好说话的前任 严敬明 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 严敬明1817-1892 曾任户部尚书 军级大臣 东阁大学士 庆联刚正 敬予理财 1888年 慈禧江修夷和园 用款遭延抵制 严因此被革职留任 一年尚书起修 翁同和接手户部后 曾私下拜访严 在日记中写道 叶丹初 严的字 相国 此老独居身念 谈时事替死横流 毕竟君子 毕竟读书人 无资溃矣 翁同和的做法 不一定纯粹是屈炎附逝 很可能是为了保护光绪 慈禧如果得不到颐和元 很可能拒绝退休 结果就会对光绪亲政不利 翁同和很可能觉得 皇帝一旦亲政 就会对老师言听计从 可以大展宏图 为此值得牺牲一点原则 最初 他达到了目的 李鸿章垮台 慈禧退休 皇帝亲政 他的权力登峰造极 然而好景不长 务须政变随之而来 他在康有为的连累下 黯然退休 康有为一直宣传 翁同和是他们的保护人 但新党定国事以后 也把翁同和挤到一边去 康有为走过翁的门路 通过翁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 但翁与康接触越深 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 坚持不肯再替康代成 甚至向光绪发牢骚 相反 光绪与康越走越近 对翁越来越不满 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 下诏罢免了翁的职务 将其逐回元吉 因此慈禧觉得翁同和责任不大 没有进一步清算他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